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都一直觉得我们平常做很久的事情好像都认为理所当然 但是真的能够接受到挑战吗 虽然行政机关在我们的卫福部健保署这些 在行政法院都胜诉 结果竟然到大法官的宪法法令的时候 其实应该看起来是我们的行政机关是输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想说 不管是隐私权或是不管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伦理等等 到底是谁说了算 你现在这么OK的事情 但做几十年政府也跟你说OK了 到行政法院也跟你说其实都是政府赢 竟然在宪法法庭的时候会输掉 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或许学法律有趣的地方 为什么我觉得法律比医学有趣 医学比较有一个客观的答案 法律好像没有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让大家分享 我对这件事 因为我其实各自法不确实是我最专长的 但因为我是研究健保这一方面 所以跟健保有关的判决我们会比较留意一点点 那这刚好跟我们的做资料库研究 做资料库研究有关 那跟大家分享这样 那这个PT因为时间40分钟 那我PT其实三成六十几张 但其实各位都看到里面都是法条比较多 因为我后来好像比较不是学法律的人多 那所以如果是在法律上课 我都跟学生说那法条你们就自己手机就可以找到 你们就自己查 那我想各位如果不是习惯查法条的 那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个法条 把它放在上面 那各位比较容易知道 那跟我觉得跟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比较有关的 我用红色的把它mark 起来这样子 那所以法条部分会比较快一点跟大家讲代过去 那只是让大家可以看到 那当然隐私权 那隐私权的宪法地位 那这个我们简单讲就是 它其实不是名文的 在我们自宪的时候还没有在台湾 那时候根本还没有隐私权 没有这个名词放在我们的宪法里头 所以在我们的隐私权是不是基本人权 它是透过我们大法官的解释而来的 所以那大概 那隐私权的分类大概是分这样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应该是第三个 资讯隐私 那其他的可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那资讯隐私其实 各位知道我们其实讲的比较清楚的 有个要下定义就在我们大法官司制603号 那这个解释其实它的重要性就是在于 我想各位都知道我们在领身份证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去领身份证是没有盖子印的 不用指纹存档 这个解释就是这件事情 曾经立法说要领身份证以后都要存档你的指纹 那后来为什么现在大家领身份证不用 就是因为这一号解释 被大法官宣告这个是违宪的 所以还没有施行 这个法院没有施行就被宣告违宪了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领身份证都没有按过指纹 就是政府不能把全国人民的这些指纹建档不可以 侵犯了隐私权 这一号大法官也是在讲 所以它里面就有讲到了资讯隐私权的 那是它的定义 就是我用红字 就资讯隐私权也就是保障它是否要揭露它的资料 在核种方法核死以核种方向核忍接受 然后呢它对这个它有知悉控制还有更正的权利 这一个这一套解释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它把这个资讯隐私权 类似帮它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大法官司制603号 那所以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这个个资法因为这个案子还有我们想 这个跟个资法有点关系 那这个大家简单看一下个资法的一些 它的制定的一些时程 那以前叫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 后来到99年的时候就公布 公布的时候其实它很久都没什么施行 很久都没有施行 后来到101年施行 然后104年的它又冻结了几个条文 等一下我们会有第六条 第六条就是我们的特种隐私 那这个刚刚我们医疗的资讯 像我们在医院工作就是要特别留意 这个特种隐私 然后到105年的时候后来就施行 甚至很多条文在还没施行的时候就做修正 就修还没施行就修正 所以这个个资法其实当时是引来了 为什么会隔很久 这个法律不施行就是它知识体大 而且影响成分太大 如果一旦很快施行下去可能很多行业都很难做 包括我学的保险 保险业就没有办法做 保险业就没有办法做 所以它让各个法律先修 给它一段时间 修了差不多它才施行 各自法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可能杀伤力太大 如果真的做下去可能很多行业受不了 保险业就不要玩了 其实那时候保险业就不要玩了 所以保险法先修 修了之后它才施行 好那这个 信息者我就不说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条文可能我通常都会再跟很多在在讲的时候强调一下 就是说以前的旧的电脑处理个人质保护法里面它有一个第二条 他就说呢这个个人杀保护是一本法 但其他法律令有规定 依其规定 那这个条文在新法的时候呢 把它删了 所以大家现在看不到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把它删的意思是说 那是不是这个法要优先 其实不是 在它的立法理由里面就告诉我们 修正的时候就说 这个是common sense 本来就是这样 克制法是一个个人杀的普通法 那其他法规有规定的 修先先适用其他法规 没规定到才会跳到个资法来 所以这一点 我想这个可能来自各个领域 就像我们医疗也一样 我们会先适用医疗法 医疗法没规定到了 我们才会跳到个资法来 所以这个虽然这个条文删掉 但是其实在它的修正理由里面是说 这个不用讲本来就是这样 不用写也是要这样 所以这个各位交代一下 那这里就是有我们的第二条 所以大家在很多时候审查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都觉得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掉到个资法的领域来 那第一个要先找什么叫做个资 什么叫个人资料 所以个人资料在我们个资法第二条 规定它的定义就是 各位看一下 自然人性命生育年龄国民生命证 护照特征指纹 婚姻主家庭教育职业病例医疗基因 性生活健康犯罪 还有联络方式财务 还有什么 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的资料 直接或间接可以识别到个人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一个宪法判决里面 被我特别的强调 我们这个宪判日13号里面他就说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健保资料库的资料 那当时我们的协认机关是说 反正我今天加密加密再加密加了多少密 几乎很难了 很难回推这个人的资料 那大法会有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 他是说你只要有可能推回去 你再怎么加密 你这个客观上 只要还有可能回去就掉进各自的领域了 你要完全不可能才没有掉进各自的领域 他说呢 我们刚刚大家看到说 我们的 给一条最后一句 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的资料 他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各自法第二条第一款 得直接或间接识别该个人的标准就是这样 你加几层密 只要还可能推回去 他都认为掉到各自法的领域了 除非客观上不可能 这是我们这个大法官说的 他说了算了 就没办法 所以各位要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先想这个是不是各自 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到才知道他有没有掉到这个法规 我们在讲说我们在每次法律系还是什么也是会跟同学说 这一个法你要先看他能够规范的对象和范围 看有没有掉进去 如果没掉进去你这边讨论没有意义 什么东西掉进去什么东西根本不在他的规范范围 那这一个什么叫做直接间接 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有没有可能推回去 你说你加密还没有结束你加密只是困难推回去而已 困难不是不可能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法官对我们健保资料库的标准 那所以很多资料库以后是不是我想应该会不会掉入各自的领域里面 应该这样大法官这么说了 应该就会用这个标准来认定了 好那我们第六条就是特种各自 就是大家如果更重要的跟医疗通常是很有关的 那这跟我们今天的主义相对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可能在医院里面会比较重视 好那我把用红字的就是这段文字会一再重复的出现 会一再重复的出现 其实从整个各自法的角度我以前也来这个地方讲过各自 那时候一施行105年的时候刚好就说来讲这个各自法的最新的施行 那各自法里面其实我用红色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这很多条都会其实它是对我们研究的人学术研究的人是相对相有善的 好我我个人觉得好各自法相对你今天只要资料 好经过提供的处理后或收集的一起接受方式无从识别特定当事都会被例外排除 好他都会被例像这个第6条第6条第6条这么算是特种最重要的资讯 他都会例外排除这一段文字所以我用红色把它mark 起来 好那这个我们就这几个条文就不再说什么叫同意啊什么叫做 因为以前都用书面后来还有修法改成同意就好了 好同意之后呢他就真正的第四项 这个同意呢因为他不用书面了他很多书面的地方都把它改成同意 但是呢当有增值的时候是收集者要负举证的责任 要负举证的责任虽然他没有规定要书面了 好那这个第8条这边也是一样好那条文大家看一下还是一样 要给大家看说你要告诉他什么东西 另外呢但你如果收集的这个目的不是盈利或者是对当事人没有不利的影响 那他在立法里有举了一个例子 就说你今天只是员工福利 那你要他家有住址对不对 要去接他 我这个公司接送他这个这个没有关系 这样好不好 因为他说不然所有老板都不要做了 都不要去去载员工 我本来是好意的老板对不对 我要给交通车去接员工来上去 就要你家住址你说这不行各自 所以他他有做一个例外的规定 他还特别告诉你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可以排除 那这个第九条是说非有当事人就是我们间接取得的资料 那间接取得的资料会规定在第九条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就好了 那十一条他就是讲更正的权利 这可能跟各位的平常业务没有关 在我们医院会比较会遇到 病人要求更改他的病例的内容 但是因为这个条文我们很多在医院里面讲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来问我 因为病人常常会要求要来更正他的诊断书 更正他的病例的内容 因为什么他请不到保险 如果他还没有学隔一学之后 对当时讲的都要不利 要求要改 那这个我们在医疗体系我们有我们处理 我们用医疗法68条处理 所以我为什么会强调 如果你的专业领域里面有另外的法规 那你要先知道那个法会怎么规定 没有规定才调到各自法 像我们就是在医疗法里面 我知道医疗法68条对我们病例更正等等 有他特别的规定 那就这个十一条就是一个补充性质而已 我们会先拿医疗法68条来处理 那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跟我们比较有那个就是说 那收集或处理 我们的各自法里面是以收集或处理一个 然后利用一个规定这样 收集或处理摆在一起 然后利用摆在一起 那他又分公务机关跟非公务机关 那所以各位 其实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好像没有什么 对我们学术研究 他其实规定公务教育 那非公务机关他的规定一样 那在收集或处理 还有利用 分他的利用 15条是收集16条就是利用 你看这个文字又出现了 他的例外规定 你今天要有特定目的 可以为目的外的利用 这次讲公务机关 非公务机关也一样 其中一个例外 其中一个例外就在于这个第五款 那你今天是学术研究 而且他说这个 只要是经过处理或收集的 15条无从识别特定当然 他就是可以做目的外的利用 这是各式法的 对我们学术研究 很有善的地方 他都把它排除了 但他只是说你这个要经过处理 不要可以识别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19条是讲非公务机关的收集或处理 各位发现有没有发现这个文字又出现了 他都写一样的文字 经过处理都没有知道不能 他又是例外规定了 收集处理也是 这个也是例外 然后20条的利用 非公务机关要做目的外的利用的 排除规定也是一样 你今天学术研究机关 所以其实大家应该是都在大学 然后应该都在讲学术研究 所以这个各式法在这个地方 不管收集或者是利用 他在这里都做了排除的规定 你只要符合他这个 就像这个第五款 那你今天为了学学 然后你只要经过处理 或者是收集者他揭露 没有办法识别特意当成 他都会做排除的规定 这一点是各式法很有善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回到讲是讲到这个我们的 人体研究了那人体研究里面 等一下有一个韩式 那个韩式下上网已经查不太到了 但是应该还是有效 他这里我们讲说人体研究是调查分析 或者是用人体简体或其他 我为什么把这简体用红字 等一下会给各位交代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医院做人体实验 是用医院的IRV 那在学校因为人体研究法 会用学校的这个轮审会 那当然其他像社会科学研究等等 那这些就不包含了 像我们如果写法律文章好像还好 写法律文章还好 就不用送轮审会 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是还OK的 那如果你要对人去调查 现在连问卷或者什么大概都会要 好那这个是中研院这边发下来的 大家认为说那很多人以为 这个如果今天这个 其实调阅病例为什么会 他会写在这个地方 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调阅病例一定在医院里面做 那医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送IRV 像我们在医院做做 也就像我之前做登革热 现在要做COVID等等 那我们用review的 以调阅病例的方式来做 其实我们都是送医院的IRV 不是送去学校这里 所以这个 当然这是从作业院里面的网站抓下来 他说这个也是人体研究 但其实当然他如果他当然又写说 调阅病例这一点我觉得 大家看看 但他要强调的应该只是说这个也算要送神的 其实我们在医院这个要送神 这个要送神 那接下来大家有特别讲到说 那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开始我们的成年变18岁 本来是20岁 那现在变成18岁 那会对大家在学校没有什么影响 现在因为大一进来应该是差不多18岁 所以现在入大学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 以前大概要到大三才成年 那其实他就没有法院代理人 那我们的人研究法里面有规定 那这个除了胎儿或是也就以意识能力成年人为限 所以这个对我们他的成年的年纪往下修 放宽了之后 那这个除了胎儿或是也就以意识能力成年人为限 其实反而是方便一点 方便一点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因为本来你还要他的法令代理人 还要他的法令代理人 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用 他个人自己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那所以应该是还好 那他有一个说主管聚餐取得公告不用同意的 那不再实现 那这里我们 如果是限制行为人或是要其他本人跟法令代理人或辅助人同意 那刚刚讲现在如果你大学进来就已经是18岁成年 就其实我对在学校里面相对是比较方便 就是少一个法令代理人的程序 因为这些小朋友都成年了这样